在乔治亚州的一座小城中 警察颤抖着双手 打开了一个被遗弃 在街角的垃圾袋 里面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 一个被残忍致解的躯体 四肢和头颅完全不见踪影 这是劳伦吉定斯 一位即将成为律师的27岁女性 拥有着辉煌的未来 但这一切却被无情的终结 而那个平日里话多的邻居 斯蒂芬·麦克·丹尼尔 此刻却变得一言不发 究竟捡藏了什么秘密 劳伦吉定斯来自马里兰州 前往乔治亚州的梅塞尔大学 攻读法学 按照许多人的看法 劳伦拥有一切美貌 智慧 善良 以及坚定的军心 他为自己的未来制定了宏伟的计划 并全力以赴地去实现他们 他的家人对他感到无比骄傲 因为劳伦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2011年6月 劳伦多年的努力即将迎来回报 学业已完成 只剩下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这一最后一步 劳伦的公寓位于大学附近 为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他的邻居中也有几位研究生 在这些邻居中 有一位叫做斯蒂芬迈克丹尼尔的同床 坐在他对面 两人偶尔会有交谈 尽管斯蒂芬曾邀请他出去 但他已经有男朋友 短聚了他 在2011年6月30日那个周末之前 劳伦告诉所有人 他将全身心地投入到律师资格考试的复习中 整个周末都将忙于学习 可是等到那个周末过去 人们再也没收到他的消息 他的家人和朋友开始感到不安 劳伦一向与家人保持联系 突然失联是不寻常的 家人本来以为他只是专心学习 但很快发现 即便是他的校友也没有见到他 这显得非常异常 一位朋友因担心而前往警察局报警 但警方在检查他的公寓后 并没发现任何入侵迹象 局势便离开了 随着时间推移 再也没有人能够联系到劳伦 他的朋友们愈发担忧 最终决定联系他的姐姐凯特林 接到朋友的电话后 凯特林开始四处打听劳伦的下落 他一无所获 他联系了劳伦的男友和朋友们 在亚特兰大和本地进行询问 甚至打电话到附近的医院寻找 凯特林知晓 有一把只有他和劳伦知道的秘密钥匙的位置 因此他让劳伦的一位朋友 使用这把钥匙进入公寓进行检查 这位朋友进入后 很快就发现离场 如果劳伦是自行离开公寓 他会带走钱包和学生卡 这几乎坐实了劳伦的失踪 并非自愿离开的事实 劳伦正式被报告失踪 警方开始搜寻 并询问周围的居民是否有见过他 或听说过他的消息 首先接受采访的是斯蒂芬·麦克·丹尼尔 鉴于他与劳伦相识 并且就住在他对面 他可能掌握一些重要信息 但警方并没有获取更多的线索 警方也对劳伦的男友 大卫辉特·麦尔产生了兴趣 因为他也住在附近 警方还询问了劳伦 在校园内最亲近的朋友 等问他们是否持有劳伦公寓的钥匙 或知晓他将钥匙藏在哪里 甚至是否曾进入过他的公寓 劳伦的居所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这暗示如果他真的被带走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他熟识并信任的人 或者是拥有钥匙的人 于是焦点转移到了劳伦的男友大卫身上 尽管大卫承认他们有过争执 但也只是普通情侣间的争执而已 他坚称从未对劳伦施以暴力 警方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潜在的嫌疑人 自然也包括前往当地警局 接受深入调查的斯蒂芬·麦克丹尼尔 在这劳伦公寓内外初步搜查卫国后 执法部门扩大了搜寻范围 开始在公寓周边地区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 不幸的是 他们在不远处发现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证据 在周边地区的垃圾桶中 警方发现了一个装有试解的垃圾袋 最发现如同晴天霹雳 在打开袋子后 所有人都为眼前的景象震惊不已 薄伦的躯干被残烈的切割 四肢和头颅不知所踪 只剩下破碎的躯体 公寓外立刻聚集了大批围观群众和媒体记者 这一悲剧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由于尸体没有头部 警方无法立即确认尸体 是否是劳伦的 但考虑到发现地点离他的公寓如此接近 而且他是唯一失踪的人 几乎没有疑问 那就是他的遗体 然而劳伦的母亲最初的反应是 质疑怎么能确定那就是他呢 可能是别人吗 于是警方对遗体进行了基因检测 来确认身份 很快 警方证实了这个残缺的尸体 确实是劳伦的 但要找到凶手及其余遗骸的位置 仍然困难重重 犯罪现场的紧张气氛空前高涨 执法人员全力搜寻可能被抛弃的其他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 发现尸体的垃圾桶 原本应在那天早上被清理 但垃圾车刚好晚点 对给了警方的机会检查附近所有垃圾桶 寻找其他证据 当法医在现场忙碌时 斯蒂芬则在外面 淡定自若的与记者交谈 讨论对劳伦的搜寻行动 当记者告知案件进展时 他的面色骤变 从惊慌失措 转为泪流满面 声味俱下地表达 对未能保护劳伦的悔恨 但这一转变的行为 引起了公众和执法部门的高度注意 警方决定将他带回警局 此时的斯蒂芬 不再是平日那个和善的邻居 而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原本还能正常对话的他 现在为何变得如此反常 他那冷漠的眼神和简短的回答 让人无法触摸 这空洞的眼神简短的答复 给案件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其他人也向警方反映 斯蒂芬目前的行为 与平日大相径庭 通常话读的他 为何在关键时刻变得如此沉默 他的回答不是是 就是不是 靠着我不知道 斯蒂芬突然间变得抗拒 甚至拒绝警方搜查他的住所 如果他真的与劳伦的失踪无关 为何又如此担忧搜查呢 警方对斯蒂芬的深入调查显示 他大多数时间独自在家 沉迷电子游戏 生活不修边幅 没有稳定的感情 他们怀疑斯蒂芬可能对劳伦 有不正当的情感 长期暗中观察 甚至迷恋他 他们还了解到 斯蒂芬曾试图接见劳伦 但被拒绝 侦探们不断追问 斯蒂芬 关于在垃圾箱内发现的尸体 而他一旧无动于中 又把官员怀疑 如果斯蒂芬真的杀害了劳伦 并将尸体丢弃 他可能以为垃圾车 会在有人发现之前将其带走 他似乎没有考虑到 警方会先找到尸体 并对此进行追问 他没有编造任何谎言来回答 当警方最终获得搜查令时 他们在斯蒂芬的住所 发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物品 包括多把枪械 一把武士刀和多种刀片 在斯蒂芬的电脑上 甚至发现了大量露骨的成为内容 警方开始对斯蒂芬施加压力 他们坚信 此人就是杀害劳伦的凶手 但仍需要确凿的证据 虽然警方没有从斯蒂芬那里 得到太多口头信息 但他们正通过其他方式勾建案件 在斯蒂芬的公寓中 执法人员找到了漂白水平和其他清洁产品 尽管如此 他们决心施加压力 希望斯蒂芬认罪 与此同时随着其他警察继续搜索斯蒂芬的住所 他们发现了一张存储卡 上面的录像显示他秘密拍摄劳伦 在抽屉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件劳伦的内衣 斯蒂芬试图清除所有证据 但经验丰富的侦探依然发现了重要线索 在他的浴缸中 执法人员发现了多处划痕和抓痕 将现那是吃解尸体的地方 一个可能是一把具的尖锐工具造成了这些痕迹 后来在公寓的维修棚里 执法人员发现了那把锯 这通常上锁的棚子钥匙却在斯蒂芬的公寓中被找到 测试确认巨子上有劳伦的血迹 当警方在垃圾桶中找到购买巨子的收据时 即便斯蒂芬没有公出真相 警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来逮捕他 那里警方的指控 斯蒂芬依旧冷静否认 我什么都没做 然而所有证据指向他谋杀了劳伦 侦探们推断 斯蒂芬设法获得了劳伦公寓的钥匙 借此进入他的公寓 随后将其杀害 并将尸体带回自己的住所进行肢解 后来斯蒂芬接受了一项认罪协议 根据该协议 他必须在法庭上详述自己 对劳伦所做的一切 他承认自己深夜潜入劳伦的公寓 尽管戴了面具 但劳伦依旧认出了他 当他命令自己离开时 他立马扑向劳伦 紧紧掐住他的喉咙 直到决心 他已经死亡 劳伦在临终前不断恳求 但斯蒂芬并没有停手 斯蒂芬的这一举动 部分原因在于 他知道劳伦即将完成学业 并离开学校 就或许是他最后一次接近他的机会 按次他觉得自己没有选择 最终斯蒂芬被判处终身监禁 并需服刑30年后方可申请假释 到了2022年3月 他尝试了多次上诉 未能成功 至今仍在监狱中服刑 当尘埃落地 在这个害人听闻的案件背后 隐藏的是病态的痴迷 与扭曲的心理 劳伦的悲剧提醒我们 警惕身边 看似有山 却堪藏危机的面孔 观众朋友们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 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促使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递得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